下面让我们有请来自马来西亚的吴金凤同修与我们分享生患骨癌晚期经过修习心灵法门 经两个月的时间念经许愿放生癌症指标恢复正常创造医学奇迹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大慈大悲祝福祝能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祝福祝能如金凤太长 感恩大慈大悲祝福祝能诸位佛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祝福祝能荣天赴法 我今天要分享的自心灵法门是治愈了我的骨癌 我的名字是吴金凤来自马来西亚新山 我曾经是一名骨癌末期患者 当时癌症已经扩散至全身 我是在2013年8月份得知患上这个癌症 我马来西亚组织医生 当时诊断说我的寿命不会超过三个月 也放弃对我的治疗 所以我就转去了新加坡英格医院 很荣幸地遇到了Dr. Daniel Chan 在他的帮助下 我做了一个具有危险性的脊椎大手术 然后再安排我入院做化疗 我在2014年6月认识心灵法门 那时是我的阿姨结缘 台长的DVD给我 我看完台长的光碟后 我感动落泪 也深知自己业障身中才会得这个病 我真心忏悔后 也坚定自己心心学习心灵法门三大法宝 念经 喜愿 放生 刚开始做化疗师 身体感到非常辛苦 四十八小时不能入睡 可是当我开始做功课后 身体就感到很大的好转 我向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观世音菩萨发愿 终身吃藏树 放生一万条鱼 八百张小房子给自己的腰筋 先生说法 度人 我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完成了我 一百零八张小房子 一百零八张的小房子 奇迹发生了 在我化疗师 第三支针时 金钱是无法代表一切 我也知道我的年龄 我也知道我的业障身重 我曾经打过胎 也流产过两次 我做了许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 我也唱会 在这里向菩萨唱会我所造的夜 这都是我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 感恩大慈大悲就苦就那广莎 因广观世因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就苦就那如君洪台长 感恩大慈大悲就苦就那佛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就苦就那 荣天夫妇 谢谢大家